曾國城飛北海道 省錢不滑雪 衛視中文台 慶祝25週年16日舉辦記者會 十多位主持人到場祝賀 不過新年假期就要到了 有沒有什麼安排 讓大家參考參考啊 我們就是會提前回去 幫忙婆婆做家事之類的 對 唉唷 小康哥 看你吐成這樣說說你的吧 因為是我可以比較放長一點的 假的時間嘛 那一定要帶兩個小孩跟太太啊 一娘子嗎 笑意 喔 好羨慕喔 那晨晨哥應該也是走個出國路線吧 到北海道陪孩子滑雪 我是沒辦法滑雪啦 哪位子呢 人家去衝浪 我就去衝澡 人家滑雪呢 我去滑雪 娛樂動新聞該不會其實是想省錢吧 報導